老實說,那段時間我都有一些 剛才狼盡的感覺 說回為何我離開那間教會 就是我回到教會 每一個月我就受半磅 如果給我以前的照片去看 我好像是一個吸毒的人士 初初做傳導的時候 有些魔盟教徒、守望台人 他在陪伴我 一個星期見過一次就幫我查證 他說,李牧師,我們已經決定請你來做 我突然好像… 原來是訪問 原來是訪問 我覺得原來負責教會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長線行狗的旅盤 你好,牧師 是,你好 上次你提到夢照片 是 今天我們討論你的牧羊教會 好的… 經歷 好 那你四十多年裡 你牧羊過多少間教會 很少而已 我只是負責過三間教會 第一間就是我的夢恩教會 那間是一間福建人的教會 話說在79年我讀神學 四年班的時候 當時的主要牧師 因為一些事情 就要中途離開教會 他離開教會之前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問你可否回來負責教會呢 我就想我讀第四年神學 我怎能夠負責教會呢 我就說好,那我先考慮一下 誰知道下星期 在港台中他宣佈了我 回去負責那間教會 我突然間是… 即是…我愕然 但我就會這樣想 一來就是… 縱然有人是…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我深信在神的裡面 都不會是錯的 第二就是這間是我的一間蒙恩的教會 我在這裡得救、受洗、在這裡參與侍奉 那我都覺得… 我都想回去 就是好像是一個報恩的一個心態 所以我都是很樂意回去的 而讀神學四年班 應該就是… 應該多些去做一些實習、去侍奉的 那這間教會 這間教會是禮拜下就聚會的 那我上午就出去外面去廣道 那當時我就是教會傳導人 那就是… 但教會給我半身 所以我都成為一個 最富有的神學生 是的 那… 不僅如此 那年教會我們都… 有很多人離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記得一次 我在考試的時候 接了電話 哎呀我爸爸離世了 可不可以來到醫院裡面 那我立即放下電話 我就在醫院裡面 那所以都給我一個很大的挑戰 還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是想不到的 那畢竟我回到那間教會 我就… 就是幫助他去註冊 那不僅是註冊了 我呢就是… 後面那個礦堂 我回到那個時候大約80人 我做了兩年多 就教會人數增加到120人 那我們就買了一間新的堂 那間新堂就當時就是 三十七萬五千 四十年之後 那間… 很便宜 現在聽說很便宜 很便宜 那時候我在觀塘 我們後面再擴充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工廠 他一萬呎的用地賣多少錢 不知道 一百萬 不用 就是大概一百元一呎 那我也想買的 不過後面是經濟問題 那我就買了一間三十七萬五千 那這間樓現在過了四十年 差不多每年都增加一倍 現在這間的樓物業 就超過五千萬的價值 在當中 那我就買了一間新堂 那後來呢 我就是買了一間舊堂 因為教會是都… 經濟結局的 那所以最困難的時候呢 就教會差我七個月的量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的 那後來 教會賣了一間堂的時候 他就送了一萬元給我去結婚 那我也很感謝神 不然也不知道哪有錢去結婚 那說回為什麼我離開那間教會呢 就是因為我回到教會 每一個月我就瘦半磅 如果給我以前的照片看 我好像是一個吸毒的人士那樣 你本來也不是那麼… 是的 那當時我還沒分清楚 我跟我說 欸 現在見道裡面 有剛剛開一個叫做 教莫學碩士 那你去進修一下 是的 那我就以進修的名義 離開一間教會 那我就去找另一間教會 是的 那… 那我就找到一間 二十三人的教會 那我就跟他說 我會去… 就是去… 讀書 他說不要緊要 我們這麼少人 你總之搞定一間教會 就沒問題了 那於是我就去那間教會 不過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去那間教會之前 都有大概六七間教會請我 那我記得有一天 就是我上午去一間教會廣道 說完之後我就在 土瓜灣一個公園那裡 下午我會在土瓜灣另一間教會廣道 那這個時候我自己去… 去想一個問題 咦 我將會換一間教會 我就想想 我就是結婚了 所以我想問一間 是有禮堂的教會結婚 那後面就去那裡認證 那我也覺得是挺好的 那裡的人都應該會請我 不過當我在公園就想 喂 你怎麼選這間教會呢 我結婚要個禮堂 因為禮堂 但我覺得這樣想的時候 我發現 咦 好像你的動機錯誤了 我也覺得好像很卑鄙 那我就自己發現的時候 我就好一點去悔改祈禱 其實二十三人那間教會 他一早就聘請我 我就推了他 那後面我自己指錯的時候 我現在也回到那間教會 但如果聘請了人就不得說 聘請了我就去那間教會 不聘請了我就去那間教會 結果我打電話給那個負責人的時候 他說我們還在等你 其實我推了他 我覺得都是應該去那間教會 我去那間教會 前後做了七年 我第六年的時候 他給我一年安息年 那年安息年 我就去教差 我去伊利沙秘院做院務 當時教會人數 由二十三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人 也很多,在七年之間… 其實是的… 當我在做院務的同時 我就認識了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就是一間的座堂教會 他武會來 他就在九龍醫院做好場的服侍 他就知道我十二月三十一日便會離職 他以為我是在乳木 十二月三十一日便會離職 所以他說 牧師,我們的分堂裡有一個主要牧師的位置 不然你來應徵去做 他聘請我喝茶 過了兩星期他打電話給我 牧師,你想得如何 我老實說也沒有怎樣想 一罐的精神 他說你又出來喝茶吧 我見他這麼誠懇 是一位長者 我當然應約了 很難得他給我一個機會 他又說了很多東西 說教會的需要 然後… 我過了兩星期 他說 牧師,你想得如何 我都不知道怎樣想 我都沒有甚麼資料 他說好 我約了舞會的長老 收拾跟他吃一頓晚飯 聊聊天好嗎 可以吃 我就覺得 別人這麼… 成肯 這麼誠懇地去跟他吃飯 誰知道吃完飯後的星期一 他早上打電話給我 他說 李牧師,我們已經決定請你來做 我突然… 原來是面試 對,是面試 我覺得好像有點懶惰 但我就去想一件事 我現在負責一間教會 其實老實說 這七年好像虛脫 很拼命 我補充說 我在七年裡面 首先去到的時候 我就開了一個小組 大概有六、七人 後來有兩個成為了牧師 有一個成為了傳導人 其實我教他們怎樣查經 特別有一本叫福音言經 我從那裡開始 開始寫作生涯 亦都開始寫作生涯 而且我去那間教會 一開始就是傳福音 還有培訓 在那七年裡面 我都應該去得很盡 我老實說 那段時間我都有一些 剛才狼盡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是可以繼續負責下去的 但我覺得對教會 都不算是最好的 我跟教會的執事談 教會的執事 他們都明白的 但是他說 牧師 那你走了怎麼辦 我就這樣想 我說 好 我走之前 我會請到人接聽我的位置 我走了就安心了 結果後來請了一對 建道畢業的夫婦去做 我覺得更加好的 變成有一對夫婦去做 比一個人去做更加好的 我離開得很安心 以此同時 我為什麼離開呢 就是因為那間座堂教會 它是一個辦學的教會 我就將我到福音園經 就在那裡試試 對學生是否可以 我們就是早查經 中午查經 課學之後都查經 我不單止查經 我還開一些小組 我們教裡面有些專業人士 比如有些醫療人員 有些老闆 他們是調班工作的 我現在有小組 你可否幫我帶 所以我們那時候增長得很快 我去的時候 大概有二百三十多人 22年我離開的時候 人數大概有超過六百零 第三間是二百零 作堂教會 是的 我走了之後 也增過七百零人 我在那間教會裡面 我把我本的福音園經的集作 去參與比賽 因為當時香港的一個基督教聯會 它有一個教材比賽 那我就得了獎 我也是很開心的 我時常說你何時再有比賽 他們扮了一屆就不扮 好像沒聽過 如果再辦的話 我就會再去比賽 所以那裡也給我一個肯定 但是給我一個肯定 就是我亦都很想設計一個系統 叫信仰首年栽培 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沒有信仰的 他第一年進來 我先幫他透過查經 叫福音園經 幫助他信神 接著下一個就叫生命園經 是強化他的屬人的生命 例如舉個例子 在很多學校裡面的教會 你就有一些信徒 你問你信了耶穌沒有 他說我還沒受洗 我問你信了耶穌沒有 他說還沒受洗 又或者我問他你信了耶穌沒有 我沒有回教會 你明白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他覺得要回教會 要受洗才是教徒 其實在真理上來說 你透過浪子 當你一信的時候 你就跟神建立了 叫做切不開的父與子的關係 所以第二個課程 我就強化一個屬人生命 第三個課程 就叫做信仰燃擊 就是給他叫做 no why you believe 你的信仰 為什麼聖經是可靠呢 或者是 為什麼耶穌是神的兒子 我們很多教徒 就好像沒什麼理性 或者理性是很弱的 感性的 我們就藉了一個信仰經 去建立一個信仰系統 另外最後就是一個 我叫做武道班的課程 我叫做生活燃擊 什麼叫做生活燃擊呢 就是讀經的生活 其中的生活 事況的生活 我就很想在教會裡面 推行這個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沒去讀神學 在讀神學之後 在最初做傳導的時候 有些魔盟教徒 有些守望台人 他在陪伴我 一個星期見我一次 就幫我查聖經 那你是第三間教會 事奉第三間教會的時候 就接觸了魔盟 第二和第三 第二間教會 就是我在觀塘 旁邊有一間魔盟教會的分會 到第三間教會的時候 我有一個會友就說 牧師有兩個人來幫我查經 幫我查查 他覺得不太對勁 是的 我說你不要查 他說不行 他一定要上來 我說好 我跟你去那裡 我就跟那個人說 就跟那個夫婦說 我說你不要幫我查經 他準備考試 你查幫我查 他說真的幫我查 我也不敢邀請他來教會 我在公園去查 我透過他買了很多的 守望台的一些資料 我發覺這些不是傳統的基督教 但是他們很著重栽培 他們有很多課程 還有傳導 沒錯 我也被他們捉過三、四次 會的 所以很多人都試過 我覺得原來負責教會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長線行狗的栽培 帶那些人有系統俗聖經 但是你今天問教會 他有沒有這樣的系統呢 大約都沒有的 是的 或者他有些系統 就是散修修的 其實我就想跟教會去談這件事 那我就算我 不如我不要做唐主任 我專門做了 但是教會就說不行 牧師你在這裡 我們都不可以讓你這樣做 我都沒有辦法 那我就繼續做 但是與此同時 我自己是有一個的抱負 我就很想多些時間 專心講到寫書培訓 那所以呢 我有一年就是 在我離職之前八年 我就跟教會提出離職 那教會問你為什麼要離職 那我就講到寫書培訓 那我就離職的 那怎知道教會會有 後面我回去跟師母說 我要離職 他就問 那我住在哪裡 因為以前是教會公園 我去宿舍的 我不知道 那師母就跟那些朋友說 他說牧師 他辭職就不告訴我 這是第二間辭職的 事後發生第三間 第三間教會 第三間教會 那些朋友來 那些朋友說 牧師你這樣做不對 你這麼大決定不告訴我 師母說 那好吧 我就留下 那同時教會就說 其實你寫書講道培訓 我們可以給一年 你就寫吧 那就寫得夠 那我也很感謝教會 他給我一個恩情 但是那年 我教會四十週年 我一個字都沒有寫過 那八年之後 我又有 即是我覺得很受挫折 那我就帶同教會 提出辭職 那時候我做了二十二年 那怎知道教會跟我說 他說 牧師這樣 我們明白你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提出辭職 你有沒有一些好理由 我沒有 都是這三個理由 講到寫書培訓 他說你這三個理由 那些會員不會相信你的 不行 他懷疑你的人 我說懷疑甚麼 那麼有趣 懷疑你一些黑材料 被我們捉住 即是炒的 我說不是 老實說 我沒有黑材料被捉住 他說不是懷疑你 就懷疑我們 我懷疑你甚麼 懷疑我們逼走牧師 你們不是 我很清楚證明一下 否則他們會懷疑兩個 兩方面 吵架 這三個都不是我們 離職的原因 大家都很清楚 牧師我們都知道的 後來有一個執事說 我們都想幫你 我給你一個原因 讓你去提早離開 就是你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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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歲退休 如果我們那裏 明文坤是六十歲 我那時候還沒到六十歲 我做了一段時間 才算 我都退休 那年我女兒去美國讀書 他說根據武衛的條例 你做了22年 你可以提早退休 教會可以給你一些房屋 津貼你 那你真的需要嗎 挺吸引 很吸引 我也很感謝教會 後來教會 就送了三年的房屋給我 我也很感謝教會 因為就是 如果不是我們都很困難 所以是這樣的緣故 我就離開了這個 事故了22年的教會 牧師 你回顧這三間教會的事奉 有甚麼感受 或者有甚麼特點分享 我這三間教會 從某個角度 我都做得挺順手的 無論是人數 甚至最後來的那間教會 那間教會 剛剛突破了一千萬的錢 在手 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很儲錢 不是的 我的哲理就是 有的要加給你 沒有的 連你有的也會拿回 所以我侍奉的時候 我大力推動 你裝修就裝修 我連教的廁所都裝得漂亮 因為那是一個品牌 別人來那間教會 甚麼都好 進廁所 有股氣味 當然是說 人奉獻給教會 是做事工 所以我們一大力 擴展事工 但是 說一點都不相信 我們是愈傭 是愈有的 是的 因為鄧姊妹看到 你真是神幹 鄧姊妹 你覺得有需要 鄧姊妹就奉獻 所以有人就說 牧師 你這間教會 有一千萬錢 是非常好的 其實對我來說 不是這樣的 人奉獻給我們 是做聖工 我欠了一千萬聖工 好像還沒做 還是我已經做盡了 我已經做盡了 無論人數也好 經濟也好 或者我的同工也有十個八個 是的 我們就盡做 所以有人問 你怎樣能夠去擴展教會 很簡單 很簡單 死做難做 就做了投資達人 不是 你這個勤 就是欣勤 神經裡面 要求那些工人是欣勤的 全都是欣勤的 另外我在三間教會裡面 我也感謝神 因為在三間教會裡面 我做了很多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 當我在那個位置裡面 我就做了 我也很感謝神 就是我最重要是要經歷神 嗯 最最後我自己也是回到奉獻的初心 就是我是很卑微的 人微而輕 我可能也是一個很薄弱 但是在過往三個的侍奉裡面 就是有這樣的成績 我也覺得是 不是我自己的一個功能 就是純粹是一個神去用我 所以我要做 就是將自己這份祭物奉獻給神 好 今天的牧養篇就到這裡為止 下次我們又有另一些的題目了 好 多謝你 方文 下次再見 好 拜拜 好 拜拜